热烂头是炎炎 自由高照我是加玛 今天到了4月1号 4月的第一天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昨天晚上发了一个 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为什么说历史性的一天 就是 马来西亚将会诞生 第一位的女首相 因为昨天夜里的时候 政府发了一个文告 就是说首相纳吉 已经宣布他要辞职了 然后副首相阿摩扎希 也跟着一起辞 今天早上 西连他们将会觐见元首 西连推荐的是 汪阿吉萨将出任 马来西亚的首相 马来西亚也会出现 第一位的华裔的副首相 也就是林吉祥 所以他们两位 今天早上要去还工 去觐见元首 是 但我听到的消息 是首相人显示 努热伊萨 努热伊萨是吧 努热伊萨 可能回教党的长老会不同意 这个哈迪亚旺 你听到的消息 准确 我的消息是比较准确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拭目以待 是 4月1号 大家悦人节快乐 我认为你反应不错 刚才 刚才一下 鱼人节 也不过这个希望 大家也希望这个真的不是鱼人节 这个鱼人节 这个川普呢 也说一句话 出语惊人 他说这个 他接受这个非法堕胎的女性啊 都应该受到某种形式的处罚 结果这个事情呢 又惹起一些争议了 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他会招到一些人的支持 但同时也会招到一些人的反对 对 一些人也表示 就是你包括反堕胎组织的人 其实还比较支持 川普的反堕胎政策 但同时也许不太赞成 川普的这种 如果谁要堕胎 谁要受到惩罚的这种措施 也许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解决你 包括去 去让他们去接受教育啊 或者是说一些 其他的一些方式 但不是说是身体上的一种惩罚 或者其他法律上的一种 法律上面的惩罚 其实他有一些背景呢 共和党的这个主要背景是 来自相对比较保守的 基督教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他们一路来的主张 都是反对堕胎的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美国社会 已经是相对比较自由了 而且女性女权 这个方面也非常的强 所以肯定会有一部分人 是不开心的不愿意的 那对于川普来讲 似乎他说的所有的话 都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哎你知道吗 他最近又说了一个话 他叫做说 他支持这个日本韩国 都拥有那个核武器 就是他们 支持他们去发展核武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 你不能光靠这个美国来保护你们 除非你增加 就是给美国的钱 你韩国日本都 多给美国一些钱 美国才来保护你们 那你就只给那么多钱 你要美国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 跑到你家门口来保护你 这个不行 但是美国的这个白宫发言人 马上就驳斥他了 是 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 他也就说了 他说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是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的 但是反过头来看到 川普这样的一个翻话 因为川普他是个商人 他有一个产业帝国 对 所以他考虑任何事情 也许都会从这种商人的角度去考量 要多钱的角度 对啊 你要让我们美国保护 我们出兵的话 但是你要给我们多的钱 我们才保护你 是 但是另外的一方面 白宫这方面 现在他们的利益 他不仅仅是要跟其他的国家 要做生意 但同时他要保持美国了 一个大国形象 也包括世界的 世界警察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维护有助于 美国未来的一个世界的 他的策略的一个扩展 对 这对美国是一个国策 但是 其实我觉得 这种方式应该说是一种默契 为什么呢 你看 这个整个东亚地区 东亚地区 你看这基本上是有 有一个大的方面 讲有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是中国跟朝鲜 算是一边 然后韩国跟日本 算是另外一边 美国就站在韩国 日本的这个后面 但是如果你想想看 今天除了中国有核武以外 朝鲜现在也有 拥有核武了 那么这样子 是不是对于日本和韩国 都是有很大的威胁呢 的确是 但是如果日本和韩国 也都有自己的核武了 我看这个东亚地区就热闹了 这是不是非常热闹 对吧 但日本是这样子 日本政府一贯的立场呢 就坚持所谓的三部原则 就是一部拥有 二部制造 三部允许核武 这个政策呢 它也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 是 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许会随着时间的不同 它的国策和政策 也许有些不同 之前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日本说它要 没有一个自己的军队 但是最近的宪法也通过了 他们有一个自己防护国家的一个军队 担生了 但是未来究竟日本将会采取怎样的一个外交 或者是说军事防备呢 我们还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拭目以待 但是你看到就是整个的世界的格局啊 就非常的紧张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东北亚 或者是东亚这一块之外 你在欧洲 你看欧洲来讲呢 美国啊 现在在这个欧洲的又部署了新的这个军事力量 美国军方就说了 他说为了应对侵略性的俄罗斯 美国将加强在东欧的军事部署 从明年开始呢 美国将在东欧部署三个满源配置的战斗旅 这个部队 英国的BBC广播电台呢 也说这个美国欧洲司令啊 就说了 他说当新的计划显示出美国要加强 这个欧洲的一个平衡的布局 来面对欧洲斯在东欧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的这个姿态 为美国的盟友和这个伙伴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他说了啊 我们这个盟友啊 将会看到更强大的能力 将会在他们的国家看到更为频繁出现的 更现代化装备的这个装甲旅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呃 在欧洲这个方面呢 呃 以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集团 呃 跟俄罗斯之间呢 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冲突 呃 我们看到了这个呃 每一个啊 这些美国部署的每一个战斗旅的有4500人 这装备呢 有现代化的这个战车 还有其他的装备 按照这个计划的每一个战斗旅呢 将在这个地区呢的巡回的部署 9个月后就再进行一次的换防 呃 就是说他这个美国呢 就是看到俄罗斯对这个地区呢 的确特别是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哈 你还知道吗 这个俄罗斯昨天呃 就还在他的红场啊 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庆祝什么呢 庆祝呢 克里米亚就回归 就是并并入这个俄罗斯两两周年 而且普京呢 还在上面发表这个讲话 呃 所以这个呃 不但是这个呃 美国派遣了部队 而且美国呢 还准备啊 在靠近俄罗斯的边界 安装一个新型的很大功率的这个雷达 呃 而且将在这个2020年就完工 这个雷达呢 是美国反导弹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追踪俄国的洲际导弹的发射 同时呢 还可以监视俄国北方舰队的活动 嗯 是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大家都要在这个美国 是不是美国是另外的一个国家开核会议 全世界的核会议吗 但是普京没有去 你知道吗 这个是这美国就是主办的 就是两年一次的这个核 峰会 啊 核安全的这个峰会 但是普京没去 四个国家不能去的 嗯 啊 这个俄罗斯他不叫 这个朝鲜他不叫 嗯 还有这个伊朗他不叫 还有一个什么国家 我忘记了 是他不叫还是人不去 他不叫 他不叫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普京不去 啊 呃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普京跟邓文迪在拍拖 这又又又来又来事了 今天其实 今天是 US Weekly 对 美国的周报道 一个报道说 邓文迪和这个普京在一起了 在一起 于人杰的玩笑就开一次吧 就开两次就不好玩了 大家还说 哎呀 这个东方女性 她站了半边天了 是 她不仅仅是 这这 邓文迪也太花心了吧 对吧 从从澳洲就来到俄罗斯了 是不是 对对 从从莫多克 穿米大地 莫多克又到普京大地 对了 就两个大地来回玩 是吧 对 不知道是不是 有人觉得幽默了 对 但是另外的一方面的一个消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刚才谈到这个和峰会 是 然后和峰会当中呢 其实现在武士国的领袖正在磋商 磋商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们要聚焦朝鲜的这种和调性 对 一起来共同的应对这种挑战了 这是一个是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个好多国家都来了 那么就是 就讲到这个朝鲜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朝鲜和中国之间 也有他的一些的这种厉害关系 那么最关心的 那当然是这个 韩国和日本 那这一次这个国际核安全会议峰会 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培金三 还有韩国的总统 朴朴朴景会都参加了 那么就是他们要讨论这个部分 那美日韩也会在这个期间呢 召开一个一个峰会 那么比较 比较让他们感觉到有挫败感 对不起 这个美国人 这日本人都感觉到有挫败感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对这个朝鲜呢 他短期内施压了 就你还记得吗 这是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他也投票 就是赞成制裁朝鲜 但是呢 他用这种方法呢 就要促使美国啊 就回到这个谈判桌上 就在跟他一起谈 可是呢 一坐下来谈的时候呢 中国又不跟朝鲜施压了 就又跟朝鲜站在一块了 你猜猜看 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子一种态度呢 不谈的时候跟西方人站在一起 不不不 就是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给朝鲜施压 朝鲜像个不听话的顽皮的小孩 对吧 就是说这联合国给他制裁 好 这个美国日本韩国看到中国对朝鲜施压了 觉得这个这回有希望了 就回到谈判桌要跟他一起谈判了 结果一坐下来谈判呢 那个施压的这个氛围就没有了 就中国不再跟朝鲜施压了 就是就是等于这是美日韩 这三国就是面对朝鲜一个疯子跟疯子坐在一块谈 这这怎么谈呢 我看呢 其实在中国这方面 他还是希望朝鲜无核的 如果朝鲜有核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 没错 所以呢 他想让大家坐在谈判桌上 这无疑是中国的一个就是外交政策 他就想希望坐下来去谈谈和和和和朝鲜的这个和问题 但他也希望朝鲜这方面能够退缩 能够不发展他的核武器 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这种美国啊 就是西方势力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占独领风骚或压制朝鲜 因为毕竟对于朝鲜来说 感觉中国就是老大哥 然后如果你要压制朝鲜 显然跟老大哥没有 不给老大哥面子了 所以说在某些程度上 中国还是在保护着朝鲜的这种 他的经济上 还有他的这一些外交上的一些短板 我觉得中国他是未必是刻意的 一定想要在保护朝鲜或者什么 但是他也非常的清楚 如果朝鲜失去失据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呢 就直接就在他的门口了 美国美韩就直接就在他的这个门口了 所以这中国也是不愿意发声的 中国的在朝鲜的这个核武 核武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他的策略 其实我老早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拖一个拖子 就是只要只要这个美国啊 呃不把朝鲜给干掉 不把朝鲜给这个这个呃合并掉 呃或者说美国不在朝鲜 就安装这个他所谓的什么 萨德导弹系统啊 那就就行了 剩下你爱怎么谴责就谴责 那么朝鲜呢自然就是他 现在当然也没必要就放一颗什么核武器到中国来 对吧 呃所以呢 就是中国呢还可以继续 就朝鲜那么那么小块地方 就是喂饱应该是不是问题 就是中国人想呃 喂饱朝鲜人就多给点麦子 那个可能问题不太大 嗯 这是朝鲜中国的这个想法 对对是呃 说完我们这样的一个南中国海问题啊 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 就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呃国家 算是应该是我们的东盟是国之一了 就是泰国了 呃泰南这几天呢 就是有十次的爆炸 呃一个人的死亡 呃这个不是愚人节的事情了 这是真事 呃就是这个是真事了 呃所以其实泰国这方面 这几年还挺平静的泰南这方面 嗯 但是就最近这几天啊 一阵啊 又有一些就是分裂势力啊 呃出来就是爆炸 引起爆炸的事件 是 使得泰南的叫社会治安 或者是民众的这种情绪 人心惶惶 对出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呃泰南的 所谓的穆斯林分裂主义啊 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复杂啊 为什么这么说有点复杂呢 我觉得呃呃马来西亚这个首相纳吉 这几年哈 这也在致力就是协助泰国哈 就是处理这个泰南的分裂主义的 这个事情呃 马马来西亚啊 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 对这个泰南地区的这个穆斯林 当然是有道义上的这个呃什么呃 这种同情对吧呃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两个国家 那么但是你要你要往往这个过去 古时候推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人 对吧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北部 和这个泰国的南部 它是一个接壤的地方 所以呢呃 这个穆斯林呢 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北 北部南部都都有 但是现在因为一条这个边界 就把这两个地方分开了 那么作为泰南的这个穆斯林呢 他的这个国家的主权 主流意识呢 是这个佛教 对吧 我们这边呢 是主流意识呢 是这个呃伊斯兰教呃 在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呢呃 我我我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啊 就是说呃 泰国政府呢呃 或者是泰国当地的这个呃 佛教徒呢 对这个呃呃 这个什么 这个穆斯林啊 就南部穆斯林呢 也有一些呃 不同的看法啊 然后呢 可能在政策上面呢 也也制造了一些呃呃 这个管制啊 打压啊 这样这样的事件 呃所以呢 就是穆斯林呢 也存在这个不满 那么加上其他的一些 外部的这些情况呢 可能就是呃 助长了一些这个极端 极端人士的那种 那种做法哈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事情 呃 这这些年来 从2004年到现在 已经呃 是十多年了 呃 呃死伤确实已经是很多人了 主要有三个府 也也拉府 北大年 还有这个陶宫府 这这几个府呢 这时常就发生 这样子的一些炸弹 还好啊 就是说 所有在这个泰国 这个发生爆炸事件的 这个这个炸弹威力 嗯 还是有限的 是 还是有限的 不过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们都很有一种担忧 嗯 毕竟他南这三个省 离马来西亚 还是比较近一点的 对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性的话 他会不会 对我们马来西亚又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破坏 或者是影响呢 嗯 我们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嗯